治癒神絲失調 我們以身體不舒服的症狀來看的話 它可能會有睡眠障礙 而且會肩膀僵硬 心肌、胸悶 常常要大口的深呼吸 有時候他常常會覺得說 肚子不舒服 會便祕或者是拉肚子 而且整個人就是沒有幹勁 一下就會覺得好累好累 常常會感冒 譬如說還會身體痠痛 很多治癒神絲失調的人 他在西醫就看了好幾顆 可能你吃的藥稍微好一點 但是你又覺得說 怎麼反反復無法做 又不容易根治 所以這到底有沒有什麼 一個關鍵的原因 可以把它拒絕掉